前几天我们遇到了这样一局游戏 开局 城邦 批城大雪 第一个彩色海克斯 我们直接拿下贾能辅助 装备全座 明显是要打连胜了 事情如我们预料的一般发展 11连胜进到了4-2 然后出了个司令之星 可以看到场上我们有黄翅有狗头 场下留下了炎雀 是不是特别适合玩 高司令拉克斯 OK 直接拿下 4-3一波神仙地牌 直接阵龙大臣 太顺美了这把 注意看 我们此时12连胜100血 而对面甚至已经有对手 仅剩11血了 偏老之别 但请记住这个对手血量 因为一个回合之后 他三星亚索 矮四阶段三星亚索 有点过分 他也正式开启了北伐之路 此时我们把质量递到 非常的饱满 迫切地想排他椅 因为这时候是他最弱的时候 他只有一个三星亚索 其他质量其实跟不上 但我们一路抬连 甚至打到了18连胜 都没能拍到他 等我们终于拍到他的时候 他又在8级的情况下 已经抽了一个两星的挑战 贝尔威斯了 最终凭借贝尔威斯 硬施拉克斯技能 他撑过了关键的一轮 而我们连胜终结 场上也只剩下一对一了 尽管我们非常努力的卡牌了 但他依然是相继追出了 三星胜 三星卡莎 而我们也终于在四年半以后 成功追出了三星拉克斯 仅剩40血 一对三的局面下 我们不仅要躲掉 三星亚索的大招 还得防止龙牙三星胜 能够开出大招 后排呢 怎么办呢 六阶段选秀 关键道具出现了 耶论 很多人是不是以为 是要给拉克斯啊 哎错了 这个耶论是给皇子的 拉克斯你丢任何一件装备 都不行 而皇子我们注意到了 他连续两波 没有放出大招了 最后一波 十一血对八血 我们最后时刻 换拉克斯和沙皇去右边 对位的是他的肾 因为最关键的 其实是这个肾 一旦肾放出大招 对手就会进入 全员几乎无敌状态 而沙皇站在旁边 则是为了快速 一开始 耶论皇子换到中间顶伤害 直接启动 剑魔直接倒地 拉克斯随机跟上启动 在皇子的控制时间内 把所有的伤害 灌满了农牙三星圣 满蓝的三星四飞 甚至没能开出大招 狗头拖到拉克斯 第二个技能启动 压索倒地 卡莎倒地 剑魔倒地 三星拉克斯完成了 一对三的不可能翻牌 德马西亚万岁